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我跟张哥溜溜在外边跑了一天 刚回来,现在都九点多了洗完澡 我赶紧录视频 本来今天早上起来一睁眼吧 我说看电影去 我跟张哥说 我说我都可能就有十多年没看过电影了 后来他说行,怎么都成 完了一会他又改主意了 就我们家老张吧 就老惦记这房子的事 因为就怕 本来说吧,月底贴稿子 后来邻居说呢,可能过了十一 谁知道,十一以后又往后拖不知道 所以我们家老张就老惦记这房子 因为他就老不想走 他就觉得那个地儿特别好 后来我说你不走 也不给你房 然后给房又特别的远 我也是挺纠结的 因为我们都是城里人 就是从小在城里长大 你一下你不管弄到五环六环 因为听街坊四林说 那边吧,就即便有地铁 但是晚上都不敢出门 就是全都是那个荒山野岭的 就特别背 还是跟城里就没法比 尤其是你看病是有医院 但是你在市中心 是吧,你离着哪个 就是大医院都近 就是你好大夫 他都集中在 是吧,这个城里边 你岁数越来越大了 你将来有点病啊 你进趟城特别近 而就即便你住到城外啊 你比如说你再想进城就难了 是吧,就跟你比如说你搬家 你搬到天津去 是吧,你就说你北京有房子 你还会回来吗 你就可能真的就出了北京城了 你就不是北京人了 你可能一年也进不了几次城了 你就离开你土生土长出生的这个地方了 所以说实话 我相信那些走了的人 可能都会有我这种情怀 就是舍不得 就是说人们不是讲落叶归根吗 就是越老了又怀念曾经出生 生长,就是成长的地方 就还是不想走 我跟老张我们俩一商量 说那咱们到底看看那共生院 因为在视频里也看到 我特小啊 咱们看看到底什么样 他就上网查 然后我们就还真找着了 那个共生院一看 哎哟 一进去 黑咕隆咚 就跟那个下半截似的 下去 哎呀,好几米可能 太小了 你比如说你原来的房子13 他就挖 把那地刨了 那土挖进去 他那高啊 还是那13平米 四间房全部算了 就是你比如你以前有两间 三间,四间全部算了 在你这上边 给你弄一小阁楼 哎,你什么拉屎撒尿 你洗洗澡 可能都不能洗澡 只能弄一座便 然后做饭都在那底下 那13平米 然后楼上 据说夏天热冬天冷 看看 你看看你 再慢点就行 这他给盖好了 对 哦,这 那这外边这是自己搭出来一间啊 不是也都是他们给盖的 他们给盖的 这就叫厨房了 厨房和卫生间 卫生间在哪啊 你没用 我是临时 我是猪卫屋 临时放在这儿的 我就你不说想看歌 对 那洗澡怎么洗啊 让人家自己安倍 哦 也可以洗是吧 对 哎呦 妈呦 怎么下去一块啊 他们这都是这样的 哎呦 我的天呦 等于在地底下 哎呦 我的天呦 这房子进来都感觉好压抑啊 这就给老百姓盖的共生院 共生房 看那房底 我们院就是这样的 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完了那西边有点 我那耗子动着 我肯定住不了那样的房子 结果我们刚要走的时候 一大姐 特别热情 北京人就是特热情 她就带我们去他们家了 结果我去他们家一看 天呐 立刻我跟张哥就改变想法了 出来的是您后盖的呀 对 哦 那出来这房子也是自建是吧 对 哦 这间 我住的是我是北房 哦 那您几口人住啊 我们家呀 嗯 我们家将来以后孩子也得过来 哎呦 这个就痛快多了 这 哎 要这样的话还行啊 哎呦 这比刚才那个好 不是 您这地儿大 对 怎么比他大那么多呀 我们家房子就这么大呀 这多的是平米啊 这室内面的将近15米 我怪不得 那我们家房小 哎 他那房高 我觉得 又高啊 跟人家一样啊 哎呦 那就可能是 呱就一下下去了 就感觉 我们没有了 就这么高 您这是不是挺高的呀 是啊 这 要这样还行 我觉得 这两房咱就不走了 真的 您这房多大呀 13 因为那不小 是不是 我觉得跟您这差不多 十内面积13 那这不小 挺好的 不走就对了 我对您这房可值了钱了 啊 不错 四件 你看这厨房厕所 厕所多好 还有那个公中房的是 那个 还挺大的 公中那边 空中那边 空中挺大的 然后这儿 做饭 房子能出去 可以弄这么一排做饭 大姐您当时做的时候 这样弄一推拉门多好 或者不弄门 这是原来的那个 就是工房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这玻璃都是他弄的 对呀 他设计就这样的 这些都不花钱 就这个是我自己花钱的 那木头的 他好在不给我搭建了 所以呢 他人家那些搭建的 人家不用花钱 我这个人不管 所以我自己只能就找到那个 就那个砖有一个那个搭二层的 哦 全给包裹一万五 那还行 但是这个刷的漆是我们自己刷的 哦 哦 哦 是不是现在在 哦 哦 是不是因为下午有点暗啊 要是白天 天阴天啊 哦 要是什么的话 然后就北方我们这个屋亮 哦 亮着呢 就是 冬暖夏凉这房 哦 房租贵吗 以后您这房租 我们家那个是 就这个才十几块钱 现在就盖好以后十几块 哦 就如果房子坏了 房货局还给修 对呀 那不走了 就这样挺好 真的 市中心这房子多棒啊 属于那个公管房啊 还是做这个接地器 真的 就是他换了个名称 对 房管所都不给 交给 哦 真好 就得跟他结合 哦 哦 跟他结他变了 那跟房管所可不一样 不可能 因为他属于上级房管所 哦 我们家原来老房查的 还都是他们上面的房管所 哦 查的 这国家压着这个价钱的 他不可能他随便要啊 哦 不过说这种房子没有继承权是吧 谁说这样 我听我们那邻居都那么说 就比如说这房子 那都是吓唬人的 哦 我们这都有变的老人去世的 给那个 哦 给孩子 下面的孩子 下面的孩子 您那是私房还是 是私房还是租工房 哦 就是 就换房本 那就是瞎说的 你只要是老人去世 他才能给你换的 哦 老人不去世 你想换 那换的 那是真的 太棒了 您这房子 他给 真是给你二百万 你买不起房 而且弄六环外边 还共有产权 挺麻烦 他们家吧 是2019年第一批 腾退 他就不走 他就坚持了四年 等于还在那个 破房子里边 待了四年 人家该走的走 该搬的搬 所以四年以后呢 等于这块建了 工生院以后 他们家不在最外边吗 他那自建房就没拆 然后呢 自建房还给他留着 所以他外边 有个大客厅 还接触于厕所 还能当厨房 等于是他原来 自建房的那一块 他加上自建房 再加上他里边 人家给盖的 人家说你别给我挖 我就要凭着 人还省事省劲的 他就凭着 也挺高的那房子 然后那后 那上面那房底 都是他自己花钱弄的 他没让房管局给他弄 他后边 他前面那个 自建房 也是他都 厨房所 全是他自己 花了六万块钱 多合适啊 又离着牛街 哪哪医院都进啊 市中心啊 然后呢 我说那房租呢 会不会涨 他说不涨 还是原来的房租 我说那听人说 不能继承 他说谁说的呀 他说我们这儿就有 老太太死了 上压下边人继承 说这是什么 这是单位分的 我的福利房 凭什么你给我收走啊 房租没变 还是原来那房租 反正他算工程院里边 我说那比如说 您这个院拆了 是吧 给您挪走呢 他说要挪走的话 他说呢 要给我挪走呢 是吧 你那房不建出来 不让我看着满意 我就不搬 现在国家 他不强制你走 不是说给你使坏 什么的 没有呢 你不走 你知道你满意为止 又动摇了 本来都决定了 拿钱走人 现在又不想走了 看吧 等政策出来再说吧 我看因为北京 今年动静挺大的 很多地方都在陆续的腾退 拜拜 下期视频再见 请点赞关注哦